亲爱的观众朋友,您好,在今天这个日子里,为您介绍一个派字,空派的派。 派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,派,四生派,颇爱派,四生派。 派这个字很少单独使用,但是在口语当中也可以当摆动来讲。 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六回当中,描写邓九宫吃过饭之后,把他那将及二尺长的白胡子放在凉水里派了又派。 派派是水相互激荡的声音,如苏氏《邓甲云长诗》当中有,风轻一栏,领派派。 派字最常见的用法是,与风子联用,如风派,是蜀波激荡的声音。 司马向文的上领座当中,就提供用作,汹涌风派的技术。 风派也可以形容,情绪激昂高涨。 陆军军官学校,以及其前身皇府军校校歌,已开头的歌词就有, 怒朝澎派,荡旗飞舞,这是革命的皇谱。 澎派的澎字,有的人不注意,常常会念错,所以我们也在这儿介绍一下。 澎字的国语注音是,澎一声澎,澎翁澎一声澎。 澎,是指水受冲击而发出的声音,通常跟派字连用。 澎这个字,也因澎,国语注音是,澎澎二声澎。 当念二声澎的时候,是专指地名而言,如澎湖。 又如江西省彭泽县的彭浪基,又叫这样的彭浪基,隔着长江与小孤山相望。 而小孤山又名这个小孤。 恰好清朝彭玉林将军在进攻太平军时,就由彭浪基进攻小孤山。 于是呢,就在山上乐时提施。 其中有,十万皮修骑派手,彭浪夺得小孤回。 这是说,十万大军一起鼓掌,以庆祝彭玉林把小孤山收复了。 一语双冠,传为佳话。 最后要说明的是,派字不要念成了败,而澎字用在水式或情绪上的时候,要念一声澎,如澎派,不要念成澎派。 用澎字用在地名的时候,才念二声澎,如澎湖。 我们在念的时候,要特别的注意。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,非常谢谢您的收看,明天再见。